知道這個醫管局其實他們是有一個計劃 是將他們的緊急中風的治療服務 是由現在全港的七間縮減到三至四間 以港島為例 其實現在在東區醫院和馬例醫院 是有同樣的緊急中風醫療服務 但是如果他們縮減了那個地方的話 變相是東區的居民 如果他們是有一個緊急中風的情況 可能是需要轉到馬例醫院 才能夠接受這個緊急治療 我們認為其實這個情況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治療 其實它英文有一個比較標準的譯法 就叫做 intraarterial thrombectomy 中文大概是一個動脈內的血栓撤除術 其實大家知道中風有兩種 一種就是失血管 所謂就叫血栓 就是血塊 另外一種就是腦出血 或者俗稱叫爆血管 其實傳統來說 那個失血管的治療 其實就是一條靜脈 通常就好像打鹽水一樣 這樣就是打一些溶血劑 下去那個血管 讓它上腦之後 可以溶解那個血塊 但是它可以做 只可以在那個三個小時 為甚麼叫黃金三小時呢 就是三個小時內做的 因為如果再過一段時間做 其實倒轉可能會令到腦出血的風險會高一點 但是這個新的手術的成效 那個動脈的血栓撤除手術的好處就是 它的做法其實就是用一條的導管 就是一路上到腦的血管那裏 接著可以在那個位置打一些溶血劑 或者之後再用一些方法去吸走血塊 或者去撤除血塊 其實它可以做到五個小時 甚至有時候六個小時都可以去做 變了那個大家知道不是一開始發覺不妥 立刻去急診室 還要等一段時間檢查做一些素描等等 其實那裏已經幾個小時的時間 變了就令到它們可以治療的機會 是大大提升的 那麼我們新聞黨其實就要求 醫管局停止這個縮減這個服務 這個緊急服務的建議 另外也都是因為現在這七間的中心 它們只不過是提供日間的緊急中風治療服務 我們需要醫管局其實是更加撥多些資源 讓這七間的中心是可以延至到 24小時的緊急中風治療服務 中風這個病人現在都越來越年輕化了 變了來說就在那個需求那方面 其實一直都會增長 我收到無論在病人組織方面 都提議這個中風的緊急中心 那個服務應該是要提升 而不是縮減的 現在大家都看到灣仔是日間嚴重塞車 有時一小時都可能離開不了灣仔的區域 所以這個我們都是極度擔心 所以都要求政府不能夠這樣去做 應該是更加去擴闊現有的服務 而提供到24小時的話就更加理想的 一個病人去到醫院 即是有中風的跡狀 怕初步的診斷 有素描 已經去兩三個小時了 上了樓 是吧 所以如果你再運數去瑪麗醫院 就不夠時間很危險 我們的數字中風人數是一萬多 每年做這個手術都三百 不少的 三百至五百左右 不少的 三至五百 還會隨著人口怒化 還有中風的人越來越年輕化 數字會上升 所以我們反對醫會局集中資源 由七間醫院做手術 減到兩三間我們反對 所以今早去了特首辦請願 坐在手術上 隔壁 呆 呆